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市场分析员小桃,我又来了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的话主要分三部分 那么第一部分今天美联储成员marydaily 那他有一个接受彭博15分钟的一个采访 然后这个采访我听完之后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里面有几点的话可以调出来和大家说一下 那么然后第二部分有一个小伙伴要求 要求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最近这段时间机构的一个现金仓位和散户的一个现金仓位 那待会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 然后最后一部分 那最近可能会被提及的比较少的是十年和两年美债 那收益率的一个倒挂 那一起去回顾一下过去几次倒挂 那倒挂完之后美股是怎么走的 然后倒挂完之后大概多久 然后美股会有一波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那看一下最近的倒挂和以前几次倒挂到底有没有一些相似点 好嘛 首先的话就来看一下美联储成员marydaily 今天接受的一个采访啊 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问的非常好 他说这段时间股市上涨 金融环境变得更加宽松了 会不会让你们压通胀的难度变高了 那回答 我们不只看股市 我们也看债市利差借贷等等 然后他说我们不希望金融环境变得宽松 那他的一个原话就是we don't want financial condition to relax we want them to remain tight 那其实美联储的态度非常明确 他们通过言语来去调整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 那他们告诉市场说我们希望整个金融环境变得更加紧缩 那我不希望整个金融环境变得宽松 那但是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环境那因为最近美股的一波反弹 那加上美债收益率的下跌 那其实整个金融环境那比一个多月之前的话已经宽松了很多了 而且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那么宽松的一个阶段 待会的话有一个数据我会和大家分享 那这其实不是美联储想看到的 但是那美联储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 那他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QT然后加息 然后就是一些和市场上的一个沟通 但是现在有一点点这种趋势就是显然他们和市场上这个沟通 市场并不认同 那现在整个市场在fire the fed 那再和美联储就对着干 美联储说我希望整个金融环境紧缩 并且保持在紧缩的一个状态 那市场说不 我希望整个金融环境的话变得更加宽松 那特别是反应在哪 反应在整个债券市场觉得明年 觉得美联储明年六月份就要开始进行降息 那这其实有一点在说明美联储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威信度 在慢慢的开始降低 因为市场并不相信美联储 而且最关键的是今天 mary daily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那他自己的话 现在的一个base case 是下一次美联储会以加息50个基点 而并不是加息75个基点 而那加息50个基点一定是整个市场希望看到的 那所以如果美联储不主动出击 而去把市场这一个情绪面给压下去的话 那那市场将会把整个金融环境带到一个宽松的一个状态 那而且是如果美联储真的非常关心这一个金融环境的话 那他们就必须会变得更加的激进 但是现在我感觉那他们可能真的只是有一点点嘴上关心 那实际上看到这一次通道的数据心里面非常非常心里面在窃喜 所以对于mary daily的一个对于他来说的话 他的一个base case就是加息50个基点 然后第二个问题啊提问的人问 他说你如何衡量劳动力市场的强弱 什么信号会让你担心你们不能软着陆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要看到很多人失业了很多人很难找工作 但是现在根本看不到这一类的一个信号 我们从企业那边听到了只有通胀 我隐约的感觉现在美联储有一个幻想 什么样的一个幻想 他们希望通过时间的一个退育等整个供应链 全球的供应链慢慢恢复 那供应链恢复的话可以帮助通胀下来 然后与此同时 那他们可以把那空缺职位这个数字的话 慢慢开始降下来 那同时可能对失业率的话 还不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为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幻想呢 因为那只要整个那劳动力市场的一个 供需平衡不去解决的话 那就会造成那工资上涨的工资的一个螺旋上涨 那即使现在工工资上涨的一个速度并没有通胀快 那但是等通胀慢慢的回到5%6% 然后和整个工资上涨持平的时候 那接下去我们就可能非常有可能会看到整个通胀就很难再下去了 那但是美联储能够接受5%6%的一个通胀吗 显然不能 那但是要怎么样去打破这一个工资上涨的一个螺旋呢 那首先第一步就是空缺职位 这个数字必须要下来 那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意味着失业人数的话要上升 失业率非常有可能要上升 才可能去打破整个现在劳动力市场的一个供需不平衡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整个市场里面大多数的人感受不到那整个经济的一个衰退即使GDP是负的 为什么感受不到 因为就业市场非常非常详细 大家都不会为了找工作而去烦恼 然后最后一点他说我觉得中性率的话在3%就是我们说的一个neutral rate 然后他觉得年底的话会加到3.5非常合适 现在市场的预期就是年底加到3.5 然后他说我们加到3.5之后我们就会进入restrictive rate 然后明年我觉得还要继续往上加一点 基本上今天mary daily他说的话很大一部分都是符合这个市场预期 那所以回到他前面第一个问题他想要通过符合市场预期的这些言语 然后去让市场进行非常紧缩的一个金融环境 我个人觉得他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 除了最后一句他是有一点要去纠正这一个预期 他说有一点我觉得市场搞错的是我们他说我他说自己他说我看不到我们会先加上去 然后马上就降下来这边指的是隔夜利率 因为市场现在觉得美联储到年底之前会加到3.5 然后明年的话还会有两次加息会加到4 然后到6月份的话就要开始进行降息 所以他说我现在看不到这一个降息的一个过程 我们那个预计就是加到一定的利率之后 然后稳定在那边直到通胀下来为止 这其实和昨天bola的一个看法是有点像bola是觉得在年底之前我就要加到4% 然后明年的话我可以不加明年可以一直维持在4% 然后希望这4%的一个隔夜利率可以把8.5%的一个通胀给带下来 这是bola的一个看法 然后mary daily其实和bola唯一的一个差别就是他觉得今年年底要加到3.5 然后明年再继续加50个基点啊明年加到4%以后 然后让他维持在那个区间 然后就是慢慢的期待通胀的话会自己下来啊 所以基本上他今天那个采访除了最后一句他是要去纠正市场的一个预期之外 其他他所有的发言 基本上完全都是在聊一些符合市场预期的这些发言 所以我很难觉得啊通过他这一个发言可以去纠正市场的一个预期啊 或者去让整个金融环境的话更加紧锁 然后这张图白色这条线就是我前面说的金融环境 financial condition 那白色这条线在零以上的话 那就代表整个金融环境是在一个宽松的状态下 那白色这条线在零以下的话就代表是在一个紧缩的状态下 那么而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白色这条线基本上从负的一点四一路上涨涨涨涨涨 差不多快要接近于零 那么如果突破零的话 就代表整个现在市场的一个金融环境是在一个宽松的状态之下 好吧 虽然这不是美联储所需要看到的 但是现在来说 那到今天为止美联储成员的那些发言显然市场是不买账的 那么因为蓝色这条线就是标不外的一个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条线基本上走势是非常相近的 为什么 因为那白色这条线整个金融环境 它其实反映的是股市债市和整个借贷市场 那这也是为什么 基本上 那么只要金融环境在紧缩 然后同时的话 股市就在下跌 好吧 如果美联储不想看到白色这条线去超过零 那或者金融环境进入宽松的这一个区间之内的话 那就美联储成员就必须出来放出更加硬派的发言 不然的话那市场可以一直和美联储去对着干 那就看到最后的话谁会赢 那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现在写的一个故事线 就是finding the fat和美联储对着干 但是这个故事线的话是随时有可能就会改变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散户和机构的现金仓位 蓝色这条线是机构的现金仓位 白色这条线是散户的现金仓位 然后橘色这条线的话是标普500 有两个观察我觉得我们是可以从这张图里面得出来 那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看红色这条线 从今年年初开始一直到前段时间的一个底部的话 股市在下跌 然后蓝色这条线的话 它其实也是在下跌的 就说明其实机构是一直在买 机构可能是比较机械的 那么只要你大凡跌那我就买 但是散户的话不一样散户的话是从今年年初这个白色这条线 散户的现金仓位从今年年初到六月份的话 差不多这一个现金仓位是持平可能稍微再高一点啊 所以其实从结果去看的话 今年上半年散户做的其实比机构做的要好嘛 然后最近的这一波上涨啊 美股的一波反弹啊 机构的话现金仓位其实也是在慢慢的开始增加的 其实也是有一点sell the rip 然后散户就散户的话就卖的更多了 那散户这一个现金仓位的一个增长 其实比机构的一个增长要大很多啊 所以肯可能很多散户还是觉得这是一波熊市里边的反弹 那因为现金仓位的话在增加 那然后对于机构来说 那这一波美股的一个反弹机构其实现金仓位也是在增加的 但是增加的这个幅度或者这个比例并没有散户那么大 那其中可能一部分的一个原因还是机构可能更加偏向于那机械性的一些操作 就可上半年一样上半年你只要再跌我就买 那然后现在的这一波反弹的话 你只要涨我就稍微慢一点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那过去二十二年 那一共有四次那美债收益率出现了倒挂 这边美债收益率出现倒挂是十年美债收益率减去两年美债收益率 那时间前的话分别是二零零零年 那二零零六年那二零一九年和现在 那然后我们就一次次来看一下 那然后先来看一下二零零零年 那在二零零零年差不多二月初的时候 美债收益率的话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倒挂 那然后这一个倒挂的一个比例的话 继续在增加 但是美股蓝色这条线是标普500的走势 它去破了一个新稿 好嘛 然后美股的话在这边一直在这边横盘 那十年和两年美债收益率的话 其实也是在横盘 那然后一直到九月初的时候 美股开始有一波非常大的一波回调 那这一波回调比例的话差不多在百分之二十七到二十八左右 那所以准确的来说从美从美债第一次出现倒挂 二零零零年二月份一直到最大的一波下跌开始 差不多中间的话有将近八个月的一个时间 那然后就是第二次二零零八年 但是这一次的话就更加有意思 十年和两年美债收益率 那第一次倒挂的一个时间点是在二零零六年的一个 那一月底二月初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那而美股见顶是什么时候美股见顶是在二零零七年的九月中旬 那所以这中间整整有差不多要一年半多的时间 那而且最重要是在这一年半的一个时间里 那美股将近要涨了百分之二十五 那我相信如果历史再重演的话 那非常有可能在这一个阶段里面 就没人再会去关心十年和两年美债的一个倒挂了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在其中啊 因为我们身在其中 即使他在倒挂 即使两年十年美债出现倒挂 但美股一直在破新高 而且涨得非常好 那所以这一个问题并不是十年和两年美债利差出现倒挂 有没有这个预测能力 而是当我们在生活在当下的时候 那我们的一个心情和我们的一个判断 非常有可能会被美股的一个走势所影响 那我们要知道这一波上涨二零零六年六月份 一直到二零零七年的六月份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那他一直在上涨美股一直在上涨 然后啊这一个收益率的倒挂的话一直出现 那有多少人的话可以一直扔下去 虽然那最终的话这一个顶点出现在二零零七年的一个九月份 然后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零八零九年一个金融危机 那而这一个金融危机的话 从这一个二零零七年一个最高点 跌了要超过百分之五十 那完全是把这一波涨幅的话全部擦掉 那然后就是上一次的一个倒挂 二零二零年三月份疫情 那一次倒挂出现的一个时间点 其实是在二零一九年的九月份 那然后差不多五六个月之后就出现了一个疫情 疫情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跌 那但是在出现倒挂之后 美股的话仍然是在继续上涨 那而且一直在破性高 那最后我们把时间调到今年的三月份 美债的话出现了第一次倒挂 其实这一次倒挂 还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timing点 因为这一次倒挂其实是那三月底 当初美股的美股的一个最高点 那接下去美股就有一波非常大的一波调整 那然后最近这一个多月来 美股的话又继续开始反弹了 那但是美债收益率的话又继续倒挂 而且这个倒挂的一个幅度 那一度在前几天的话就到了一个五十个基点 那所以我觉得结合前面三次一起去看的话 那有两点我们可以做出的一个总结 那第一点那当美债收益率第一次出现倒挂之后 那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去做出 这一个总结 那去找到那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后 美股的话可能会到达一个高点 那或者局部的一个高点 没有办法得出这一个结论 因为过去三次的话 分别是六个月七个月和一年半 那这一个时间线可能会非常非常长 这一个时间线也有可能就是一个月之后 那么因为现在距离今年的话 距离第一次倒挂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五个月了 那应该准确的时候应该是我们在第五个月 那这是第一点 不要试图去猜 那么什么时候股市的话可能会到达一个高点 那么第二点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 那就是倒挂本身其实是债券市场那些参与者 那么来告诉我们整个市场可能有一些东西不是非常对 那债券市场对于经济面的话可能并不是非常的乐观 那这其实是他们做的一个猜测 那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股市的这些参与者来说 那么债券市场的这一个悲观的一个信号 那应该引起我们的一个警觉 那应该要偏的相对来说保守一点 那何况这一次和以前三次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在 那整个通胀在过去40年的一个高位 那这就意味着短时间之内 除非那市场出现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不然美联储是不会再次进行量化宽松的 那而如果说市场出现一些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去逼迫美联储去就又再次进行QE 再次进行量化宽松的话 那这就意味着股市必须先跌一波 才可以倒逼美联储去怎么去做 因为financial condition整个金融环境不行了 好吧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这张图里面得出来一些 其他的一些结论 欢迎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里面的话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好吧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最后的话 大家别忘了睡前点赞的好习惯 我明天见 我明天见 我明天见